哈囉大家好,我是Eliza 嘿大家好,我是Sebastian 她的老公 我們現在人在 我們的家 你看,一直一直有人 一直有人進來我們家 我們現在在IKEA 然後我們在一個展示間裡面 現在一直有人走進來 對啊,他們不會跳門這麼的 你看 今天是星期六 然後外面超級冷的 進來這邊超舒服,因為裡面很溫暖 我們今天在這邊一直耍廢 一直坐在裡面的沙發 非常的舒服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會有很多展示間 但我覺得好像會有比台灣多一點 這裡好像有比較大的感覺 可能就是 就是大的IKEA 那今天可能就帶大家看一下 裡面德國的IKEA 裡面有賣些什麼東西 可能大部分都跟台灣一樣 但也許會有一些小地方什麼不太一樣 而且現在是聖誕節 所以他們有很多聖誕節的裝飾品 還有聖誕日 等一下就帶大家去看 跟大家說一下菜童是什麼意思 菜童 它的意思是 麵包 熬制 我們的New York 公寓 我們在全世界都有公寓 我們在全世界都有公寓 現在我們在New York 公寓 很摩登很現代 今天會有人進來 有人要來我們家了 這邊是賣沙發的地方 這邊是賣沙發的地方 時間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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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裡都要坐下來嗎? 老公去哪裡都要坐下來 我們現在來到廚房的區域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IKEA後面賣的冰箱 我們在德國不一樣的是什麼都是啤酒 然後在德國的冰箱比較特別的是他們上面是冷藏 然後下面才是冷凍 跟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一開始來的時候很不習慣 這樣比較好 因為你比較少會拿女人的東西 你常常拿啤酒對不對 可是你很少拿在這裡的東西 是這樣嗎? 對 然後還有不一樣的就是我覺得他們這裡 好像我不知道台灣的那個抽油煙機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方式 還是長得不一樣 然後他們還有就是有很多的烤箱跟洗碗機 像他這一區整個區域都是在賣烤箱跟洗碗機的 這個就是大型烤箱幾乎每一戶人家都會有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 很方便 這是我最喜歡的機器之一 你們在台灣沒有嗎? 我們在台灣沒有嗎?很少 真的? 幾乎沒有 哇好奇怪 這個真的我們都有 在德國每一戶人家嗎? 大部分的有 我同學家就沒有 他是台灣人嗎? 他住德國啊 他是 他是 他是台灣人 可是一般 一般公寓不是都會有嗎? 這是洗手台 洗手台應該做都一樣了吧 今天很軟 因為剛出爐的太軟了 哇 這是真的非常好吃的鬆餅 櫻桃醬都可以隨便你加的 我拿一點點就好了 不要喔 拿多一點 OK OK 哇 真的很值得耶 你看你看 喔 欸太多了吧 欸 你自己拿的時候 要 比較多好不好 對不對 你要撐人 你拿 夠了夠了啦 就這樣 好了好了 這是我們來IKEA B吃的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的鬆餅 今天人超多的 今天人超多的 好 我們現在在IKEA的餐廳 其實我們當然已經在這邊吃完午餐了 很廣播 好 我們剛剛已經在這邊吃完午餐了 逛完一輪之後 我們要來吃下午餐 因為我們每次來德國IKEA B吃他們的鬆餅 他們的鬆餅真的好吃 超級好吃的 而且我們剛剛好遇到熱騰騰出爐的 所以在台灣你們沒有這個醬嗎 那個Cherry 櫻桃果醬嗎 沒有 真的這個是最好的 在台灣應該沒有吧 我記得應該沒有 就只有Waffle而已 因為德國人他們真的非常喜歡吃櫻桃果醬 所以他們吃冰淇淋 吃蛋糕 或是鬆餅 他們都可以淋櫻桃果醬 很好吃 而且它這個是完全你自己隨便加的 你能加多少就加多少 所以我們都會把它加滿 因為那個櫻桃醬的很好吃 所以雙餅都看不到 嗯 然後 在台灣好像辦他們的IKEA的FAMILY CARD 也可以有免費的咖啡可以喝 但是好像只有禮拜一到禮拜五 真的 我聽說好像是這樣 但是在德國就是你都可以喝 所以沒錢我們在這裡 很划算耶 所以我們全家人每個人都辦了一張卡 所以現在就是兩杯咖啡 這個咖啡是喝到飽 免費的 免費 免費 然後一個雙餅跟那個櫻桃醬 一共三歐阿贏 櫻桃醬要另外付錢嗎 所以就是雙餅的錢上來 那這邊 那這邊 台灣的雙餅很平 15塊而已 OK 可是沒有櫻桃醬 沒有櫻桃醬 可是真的很便宜台灣的15塊 可是那麼好吃嗎 一樣好吃嗎 我沒吃過 好那我們現在要拍動了 如果大家有來 有機會到德國的IKEA 很推薦 一定要來試試看這個 鬆餅 櫻桃醬 可以看一下現在已經很有聖誕節的氣氛了 所有的裝飾都有聖誕節的氣氛 這裡全部都是一些聖誕節的東西 這邊的聖誕氣氛真的比我們那邊濃厚很多 嗨大家我們現在已經準備要回家了 然後剛剛有買了一些東西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回家了 現在德國已經非常冷了 今天可能負一度而已吧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家 吹暖情 然後坐在家裡 還好看電視還是看著電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會喜歡 喜歡的話請給買一個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拜拜 Tschüss Ciao